在7月12号之后 部分的行业渴望进行违解封 那么中央也积极地拟定相关的指引 目前认为全台风景区 还有各地公园会展场馆等等 是比较无疑虑可以优先开放的户外跟室内场所 至于餐饮业如果要开放内容的话 也要做好隔板 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但是北市联合医院的主治医师江冠宇就提醒 台湾现在的疫苗覆盖率还不够高 就怕解封之后一到两个月 可能会再爆出下一波的疫情 而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则建议 在大家一窝蜂讨论解封的同时 也应该要定出监测疫情的标准 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再收解 防疫三级警戒在拉长 但部分行业可以为解封 各界都在等中央指引 游医师认为台湾目前一窝蜂的讨论解封 但也建议应该定出监测疫情的标准 才能知道何时需要再收紧 解封的过一段时间 疫情又会再上升 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们眼前的事实就是覆盖率不够 所以我们运气好一点就是 两个月后又会出现新的一波疫 如果说运气比较差一点的话 一个月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波 原定的三级解封标准 每日要少于10名不明感染源的本土个案 或是每周要小于三起社区群聚事件 才能解封 但只要疫情有突发事件 就会导致警戒不断升级或降级 这样的指标恐怕已经不再适用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 就举例日本东京 一年前的第一波疫情结束以后 就定出七个指标 主要分成感染状况 还有医疗提供体制 这两大方面来评估监测 一旦数字有上升 专家们就会研判管制措施 是否需要再升级 目前国内渴望开放的场域 包含风景区公园等 风险较低的户外场所 另外静态场域像是电影院展览会场 一人建议可以用身份证尾数 或分时段控管人流 而要脱下口罩吃东西的餐饮业风险高 除了要采梅花座 隔板等方式 其他细节都还得再评估 各项措施开放 事关重大都得再好好想出配套 绝藏报道 各界都在期待 7月12号指挥中心可能宣布违解封 许多观光景点都已经开始准备 像是基隆雨跟碧沙渔港 5月中就开始休息 现在停摆快两个月的渔船开始准备 另外南投日月潭也加快了步伐 维修四大公游码头 不过因为目前疫苗的覆盖率不高 游艇业者占不打算跟进解封 基隆碧沙渔港将近两个月 港口渔船都停摆 712有望为解封 渔船业者纷纷开始准备 除了将渔船里里外外打扫的亮晶晶 渔船马达也仔细检修 大家都几乎都是 停在港内没有移动 等待看政府什么时候会解封 碧沙渔港基隆雨也准备迎接游客 将会进行人数管控 消毒 石联制等防疫措施 今年度执行基隆雨 这个登岛的活动 大概只剩下4个月 目前比较倾向的就是载客降载 搭载为7成 另外在南投观光圣地日月潭 现在根本没游客 不过随着712即将到来 日月潭缆车也将启动 我们日月潭缆车也准备好了 前程要求游客戴口罩 请消毒 然后最重要就是保持社交距离 日月潭风管处也针对日前因为水位过低 影桥损坏的四大码头进行维修 不过游艇却倾向不开放 全国施打疫苗的覆盖力 现在还比较不足 载客小子在防疫上 他的作为会比较有一些困难 所以目前如果说有违解风的话 我们目前搬船的话 大家倾向还是先暂缓 等那个疫苗施打力覆盖力 比较好的话我们再来开放 712可能违解风 观光业者开始备战 不过疫情尚未完全稳定 业者各有考量 记者蔡志恒 曾如辰 基隆 南投报道 全国幼儿园及国小课照中心人员 都被列为优先接种疫苗的对象 但教育部原本承诺 7月6号就会把莫德纳疫苗送达各县市 却延迟了两天 主要的原因就是疫苗需要退兵 专家指出莫德纳属于mRNA疫苗 必须要存放在零下70度左右的 极低温空间 才可以避免分子空间结构 产生改变 加上莫德纳疫苗属于油性 跟属于水性的AZ疫苗不同 注射到人体比较痛 但是在太低温的状态下注射 人体也会受不了 可是又不能解冻太快 否则会导致RNA活性变强 注射之后就怕会引发不良反应 随着国内疫苗扩大施打 国内幼儿园和国小课照中心人员 也被列为优先接种对象 但教育部原本承诺7月6号就会把莫德纳疫苗送达各县市 却延迟了两天 主要原因就是疫苗需要退冰 突然间拿打进来一堆很冰的东西 你血液可能会受伤 你细胞会受伤 生活老师指出相较线病毒载体的AZ疫苗 属于MRNA疫苗的莫德纳和威瑞BNT比较不稳定 而莫德纳疫苗是借由脂质颗粒包覆RNA 把MRNA系列带入人体 因为属于油性 注射下去会比较痛 与属于水性的AZ疫苗比较不同 因此也必须存放在零下70度的极低温空间 才能避免分子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它不能退太快 因为退太快要导致什么现象 导致它的应该说它的结构改变得太快 可能到不正常的结构改变 那结构改变的话 它的功能就会失去 可能会说产生异常的结构出来 那异常结构者功能不够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 退兵需要时间接种日程 只好延后 但有不少县市早就做相关安排 像是台北市教育局 只能赶快调配疫苗施打 可是后来是说疫苗会晚到 延到7月8号才到 那因为我们医院已经约了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卫生局 请他们紧急调度部分的疫苗 让我们的核定名册上的人 可以先做 先在昨天7月7号就首颗做施打 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 纷纷采取措施 不延后时程 期后准时开打 就是希望不隐送老师们的权益 记者综合报道 指挥中心现在把肥胖症 也就是BMI值大于等于30的患者 也纳入了疫苗第九类施打对象 但是有民众打到了1922询问后 却发现 单纯的肥胖并不符合资格 必须是在病例的主诊断上 被列为肥胖才可以接种疫苗 这也让不少有肥胖症的患者忧心 自己的权益会因此被牺牲 因为肥胖症在病例上 大多会被列在次诊断上 就连医师也说 只单纯的以主诊断 来界定疫苗施打的对象 不够周延 甚至会有不少容易引发重症 但是没有去就医的肥胖症患者 会被遗漏 吃得多 蛮运动 体重一不小心就失控 肥胖是现在文明病 碰上新冠肺炎 更是重症高危险群 因此主卫中心的疫苗第九类 施打对象 BMI值大于等于30的肥胖症病患 也被纳入 但其中却隐藏一个MEGA 注视肥胖必须被列在病例 主诊断上 否则就不符合资格 肥胖不会是主诊断 比较少是主诊断 主诊断这个病因 是跟肥胖有直接的相关 肥胖才有可能被列到 所谓的副诊断 他可能有肥胖 可是他还没有进展到 所有慢性病 那这一类的族群 就容易被忽略掉 举例来说 病例记录上 如果主诊断是糖尿病 因为本来就符合第九类 慢性病资格 因此就算肥胖被列在次诊断 也能施打疫苗 但如果主诊断 只是单纯写高血压 第一关就会被挡下 因此就算次诊断 被医生认定患有肥胖症 也不符合施打资格 当然如果本身BMI值 大于等于30 却没有相关就医记录 那就不会被列入可施打对象 BMI值为来做一个依据 那如果是30以上 可以考虑说 他就是一个认定的 一个病态型的肥胖 或是一个有潜在风险的肥胖 指揮中心虽然定调 只要从去年到今年五月的 就医记录中 任一次的主诊断 符合第九类定义 下一波就能打疫苗 但只从主诊断决定对象 周延渡现在非常公平 也才去见过头道 也才去见过头道 工厨 从来到过9月的肥胖